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该回老家看看了 黑龙江的锅包肉 山西的刀削面 山东的九转大肠 湖南的辣椒炒肉 云南的过桥米线 四川的水煮牛肉 有多少经典的家乡味瞬间飘过 就有多少香愁冉冉升起 无论酸甜苦辣 家乡的味道有种特殊的魔力 它能让天各一方的家人渴望相聚 每当家乡味扑面而来 撕面就会变成重逢 在网络平台 谢云应龙发表过上百篇美食评论 在现实世界 它为上百家餐厅提供咨询服务 代表我们宜春这一周菜 手机里面我渐渐地攒了五千好友 但是有一半两千多都是跟美食有关的 你看比如说有老板 店长 收银员 服务员 每每我刷朋友圈的时候 都是一些美食的一些信息 在晚上刷到的时候 有时候就忍不住 就得奔出去吃了 有人说好吃到了一定境界 就不愿再追求心 反而会思念旧 谢云应龙就是这样的人 大街小巷中真正能打动他的 偏偏是一些最传统的食物 这些食物里最有滋味的叫做回忆 扁蛋糕多少钱一块 一块五毛钱一块 一块五是吧 小时候我记得好像是 一毛五还多少钱 十几二十年前 我妈是这样的 我鞭炮是我万载的传统产业 所以就靠捷鞭炮换点灵活钱 换点灵活钱之后 就比如说在家里面捷好了鞭炮 然后送到县城去卖 卖了之后 再买一些东西回来给小孩吃 其中有一样 就是我念念不忘的就扁蛋糕 那种感觉我记得就特别好吃 我已经有二十年没有吃到鞭蛋糕了 真的 鞭蛋糕我来一个 我流口水了 对 你帮我端过去 还是我端过去 好嘞 谢谢啊 那我找个位置坐吧 香 它是甜的 我本来不喜欢吃甜 它不腻 它应该是用糯米做的 所以很软 很糯 黏牙 味道真的特别好 离家多久 香愁就有多深 细云应隆的老家 在宜春市的万载县 每隔一段时间 他都会带着妻子女儿 回一趟老家 外婆是他最大的牵挂 童年的时候 外婆做的菜最香 长大之后 每次回老家 吃上一口外婆 亲自下厨做的饭 胜过所有人间美味 这一盆肉啊 真的满满的香愁 因为从小吃到大的 在我们万载里面 就是几乎上 现在宴席的菜 它都是从民间的 就是在家家户户都能吃到 所有重要的日子 就是过年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菜 这个叫万载扎肉 它这个扎肉有个最大的特点 是什么 您看这上面 这个褶子 这个褶花 它是特别漂亮 就是说你这个菜 做得好不好 每家都会做 但是水平有高低 比如说火候 还有这个掌握的这个度 就是褶花漂亮 从小在灶台旁 看着外婆做饭做菜 谢云应隆 自然学的一手好厨艺 外婆做的肉 货真价实 她做的肉 以假乱真 那因为我女儿呢 在家的时候不爱吃饭 老挑食 但她特别喜欢汤拌饭 比如说我老婆特别喜欢 做那个卤的 那个鸡爪的那这样的 她老是把里面的汤汁 然后去拌饭 我想到这回回家呢 我就想 我得做一个炸肉 做一个炸肉给我女儿吃 做仨肉剩下的汤汁和油 与生米混合 猛火快炒 肉的香味 钻进了大米之中 大米炒到五分熟 肉汤已经完全被吸收 在蒸制半小时 这就是谢云应隆 童年最爱吃的大餐 炸肉 看一下啊 好喽 熟了 看一下 好 上手了 看啊 这 金黄 透亮 炸肉不是肉碗 但很多人就问 炸肉的炸是什么字啊 这个炸呢 其实是炸片的炸 取的是它假的意思 炸肉不是肉 但是呢 它满足了我们老百姓 对吃肉的欲望 对 然后呢 它因为经过了长时间炒 炒根蒸的过程 肥而不腻 对 就不腻 不是我们吃纯肉那感觉 对 特别好 炸鸣应隆 外婆家所在的西江村 是典型的宜春山区农村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 江西老表的勤俭持家 发挥到极致 他们从来不舍得浪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来也发生了 敢说 你 在女人 有观浪费 大学 你 我 我们家是真的有家传 就我们家有两个派系 一个是我妈一派 一个是我爸一派 我妈一派呢 我把它叫外婆派 因为呢 她的手艺啊 都是从我外婆家学来的 所以呢 我外婆是客家人 就客家那些 做的传统的美食 烟熏的 烟尘酸菜的 晒干的 等等那些东西 我妈都会 通通都会 包括一些小吃 我爸呢 是走四方派 你知道吧 就男人嘛 走南闯北的 就我爸去过东西 去过地方特别多 吃的也多 他吃了之后呢 他就会学 学回来就做 所以呢 我就在这 他们俩的影响之下 就是学了很多的做法 盐菜和肉片 是天作之河 盐菜肉肥而不腻 香气四溢 解馋过瘾 既然在江西 辣椒当然不敢寂寞 盐菜辣椒 火爆爽口 鲜香提神 能量满满 油炸的鱼块 与盐菜搭档 是谢云应龙的 独家做法 盐菜鱼 汤汁尽收 醇厚浓香 下饭必备 其实做菜啊 是一种香情 家庭情感的传承 所以我希望就是 这个 在我情感里 在我的童年的记忆当中 生根发芽的东西 在我的家人 我的女儿 她的成长过程当中 也融入她的记忆里面 将来有一天 就像她从大学里面 回来的时候 爸爸爸爸 我特别想回家 你为什么想回家呀 因为我特别想吃 你做的这个渣肉 还有这个渣肉 还有其他的菜 那我会觉得 这是我们共同的回忆 而这个回忆 在我小时候就有了 它在一代一代地 传承下去 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每当家乡的味道 不经意间飘来 想家的冲动 就再也阻挡不住 离宜春八百公里之外 胡州的乡下 开始酝酿一种 专属的香味 花落之后 蚕豆开始成熟 它宣告着 敌岗村里养蚕的季节 已经结束 桑鸡于塘边 一年里 周而复始的劳作 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个时节 敌岗人有一个流传已久的风俗 吃野火饭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种在露天烧制的 咸肉豌豆饭 成了立下这一天的风俗 按照习惯 烧制立下饭的炉灶 必须累在露天 这种在大自然中的野趣 是孩子们的最爱 美妙难以言说 在中国的传统中 立下被视为三阳开胎的大日子 为了迎接这一天的到来 人们会精心制作各种印记美食 在湖南楼底 有糯米做的下团子 在江西 要吃一碗丰盛的立下果 到了福州 清香可口的锅边户必不可少 而在河北 夏至这一天 要就着肉丝和韭菜 吃下饼 今天李梦 沈亚芬 孙文娜 三个姐妹 又迎来了一年一次的相聚 打小他们三个 就一起吃着野火饭长大 长大后又彼此约定 每年的立下 要一起回到老家敌岗 烧一顿野火饭 十多年来 虽天各一方 过年都可能难以相聚的他们 在这一天 却从未施约 哇 好漂亮 我们小时候烧野火饭嘛 英历的三月初三 男孩子女孩子都玩在一块点 男孩子们负责运砖头 剪柴货 那我们女孩子们就会 你家带带米 我家带带咸鸭蛋 我家带带豌豆 或者我带调味料 我就出碗筷 就是每家 每户都会出一点自己的东西 出物出力都可以的 会组成一个很丰盛的野火饭 这个也是我们每年最期待的 田野里 新鲜的应季食材令人怦然心动 但只有各种各样的豆子 才可以成为野火饭的主角 要不要尝一个 可甜了 妈妈跟阿姨小时候 就是直接吃的 一般都是边摘边吃啊 小时候不就这样了 那烧的时候吃饱了 平日里 狄岗人家不允许别人 来自家的地里摘菜 但是立夏这一天是个例外 只要目之所及 谁家的豌豆都可以去摘 这是村里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好大一颗 对对 我们来看一下 里面藏了几颗宝宝 来 妈妈给你看看 你猜一猜 猜一猜里面有几颗宝 两颗 我觉得是三颗 一个爸爸 一个妈妈 真的 真的 战口之家有没有 住着一个小娃娃 对不对 夏季将临 气温升高 人体容易出汗 出汗 其实是人体自我调节体温的一种方式 但随汗水一起流失的 有人体内的甲 这个时候 归附神工的大自然 会生长出许多的痘类 痘类含有丰富的甲 可以维持人体内的酸碱平衡 严林最大的李梦负负责生活 青岛赶回来的孙文娜负责掌勺 来自南巡的沈亚芬负责切菜放料 分工全依赖对彼此厨艺的了如指掌 起油锅 放入咸肉逼油 在肉的脂肪紧致之后 再放入豌豆翻炒 这时候才可以放入大米和糯米 按三分之一配比放入的糯米 可以增加野火饭的粘稠 弯豆饭已经熟透 但是姐妹们并不急于开锅 让饭在锅里再闷一会儿 喂的是锅底那层厚厚的锅巴 这是野火饭最撩人的精髓 哇 都已经好了 哇 好香啊 好香啊 真的很香 出锅 瞬间饭香四溢 颜值爆表 用新鲜摘下的蚕豆佐餐 这是只有在春夏之交 才能享受到的口福 我来拿 我来尝 那拿一尝吧 你想尝尝吗 这里呢 啪一点点 可香了 嗯 对 故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都充满甜蜜的身影 衣食无忧 有爱意相伴 孩童萦绕 这是好吃的 其实是好奇的 这小说的味道还是一样的 这是三个在古老村落里长大的姐妹 对幸福的真切感受 温暖而又简单 从湖州一路向南 在敏越干三省交界 广东梅州把乡愁变成了传奇 梅州 全世界最有代表性的客家人居居地 被誉为世界客都 不禁客家美未来 无菜不酿 人人练 酿 是中国人的一种古老烹饪技法 在一种原料中塞进其他原料 加热成菜被称为酿菜 中国各地酿的方式千姿百态 杭州人把糯米塞入藕中 桂花糯米藕绵软甜香 江苏的荷包寄鱼 猪肉末钻进了鱼肚子里 广西的甜螺酿 螺肉刚刚离家 又把万千风味带回可里 广东客家人 更是把酿的手艺发挥到了极致 酿豆腐 酿茄子 酿苦瓜 被称为煎酿三宝 在梅州 酿菜五花八门 最有乡土味道的 要数酿辅衣 梅州人用辅衣 当面皮包卷馅料 而辅衣最难制作 必须薄而不破 揉而不粘 蓝锦辛一家三代 以擅长做腐衣而远近闻名 为了做出薄如蝉翼 豆味醇香的腐衣 蓝锦辛夫妇继承并发扬了祖上的传统制作工艺 做腐衣的方法跟做豆腐有些相似 首先要精心筛选好黄豆 将这些优质饱满的黄豆泡上三四个小时 让黄豆充分吸收水分之后 发软变胖 再放入磨浆机 磨出雪白的豆浆 一切就绪 煮豆浆才是做腐衣的关键步骤 把豆浆煮开 直到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油脂皮层 这就是腐衣 小火保持一定温度 赖锦辛看准时机 用特制的铲刀将豆浆上层的腐衣从中划开 早了一划就破 迟了腐衣会变得很厚 一定要恰到好处时 果断提取出锅 上架晾干 一锅豆浆能做三百张腐衣 这锅豆浆可以说装满了赖锦辛对生活的期待 晾腐衣时不能风吹更不能日晒 只能在特别的晾房里自然晾干 才能保持腐衣的韧性 几十年的腐衣制作经验 令赖锦辛夫妇的腐衣乳白微黄 表面光亮 薄透有韧 风味独特 这是梅州客家人制作酿腐衣的首选 刘苑夫妇正准备在节日期间 做一桌酿腐衣带回娘家 他们从几十里外赶到赖锦辛家 采购最好的腐衣 出嫁的女儿回娘家 要带上自己亲手做的酿腐衣 给父母送福 这是梅州客家人的一种风俗 母亲曾主妇留院 到了婆家 不仅要学做酿菜的手艺 更要做个包容贤惠 孝敬老人的好媳妇 刘苑作为客家女儿 这次回娘家 自然要亲手做酿腐衣带给父母 为了提增酿腐衣的鲜香口感 刘苑做酿腐衣 会在猪肉馅里 放入一种独特的食材 准备放入肚里了 这个肚里要提前先泡好 然后要挑好的 要挑大的 把它里面的脏的东西 要清理掉 梅州客家人做酿腐衣 都会在肉馅里 放入不同的食材 以增加复合的口感 或者滋味中和 或者提味增鲜 以满足不同的口味 刘苑放的牡蠣 可称得上十分提鲜的海味 海味加上猪肉 就是客家版的山珍海味 现在要把这个蓝薯粉 和这个盐啊 酱油啊 要过均匀了啊 不要特别香 薄如蝉翼的腐衣 与木薯粉的相遇 是一场美妙的邂逅 木薯粉激发了腐衣 潜藏的能量 腐衣由此产生了神奇的转化 无论是包裹肉馅 还是在油中煎炸 都极具包容 而不是韧性 在油温的油温的作用下 腐衣的油脂皮层发生了改变 硬化的外壳锁住了猪肉和牡蠣的鲜与香 包裹在腐衣内的两种食材 天然的融合在一起 犹如久别的固有 相依相威 相得一张 这便是梅州客家人特有的美味 刘苑做的酿腐衣 金黄油亮香气扑鼻 一入口外酥内软 食而不腻 肉类和贝类以腐衣为舞台 相互配合 升华了食物本身的味道 让人过齿难忘 刘苑的酿腐衣 使一家人赞不绝口 她以这种梅州客家人传统的风俗 为父母送去了祝福 家乡是一把开启中国人情感闸门的钥匙 顺着家乡的味道 一路回望 那里烟火生腾 那里有曾经爱过的人 走过的路 还有最甜蜜的回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